大家好 欢迎来到碎碎冰的斯诺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特和威廉姆斯的一举极限拉扯 目前也是双方进行到了赛点之争 15比15 看谁更技高一筹率先拿到赛点 看一下台面上这个球形已经非常的乱了 红球两颗贴裤球 黑球还在带口挡住了左下方底带 目前马叔是拿到了43分 小特拿到了5分 看一下小特这一杆进攻 漂亮 这种进攻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想都不敢想的一个进攻 小特还是一杆准进 走一个小低端一库弹起来 可以看看能不能够到最上方的一刻 小特过来比划了一下黑球 想要把白球贴到库边 然后把黑球打出来 这样的话左下方底带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那球形完全还有得打 打丢了 想得太长远了 这个左上方顶带没有打进 小马叔再次上手 实在不行 去包一下篮球 这个打得也太薄了吧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拿到了1分 好球 这个翻带打得精彩 小特这两杆打的都是神仙球 进攻 两黑球可以打了 黑球打尽 母球还要弹出来 好球 这一颗薄劲 然后带一下两颗红球 没有带到 这两颗红球和粉球是互相牵制的 打一下绿球 欣赏一下小特的准度 好球 而且还顶到了红球 效果完全出来了 好球 现在要一杆 左侧中段 一个乱局已经逐渐的被小特清理的清清楚了 好球 想去带一下库边红球 但是没有带到 得抓紧时间去带一下库边这一颗 要不然进攻就会断掉 黑球也是给到了角度 能不能带到 差了半颗球的位置 只能借助篮球去做一杆 27 篮球尽可能的去贴近库边 然后母球藏到篮球的后方 好球 做上了一杆斯诺克 就转27 所以当中的车变速好解 好球 直接解到 这个运气太够了 直接反坐上一杆 看一下小特怎么来解 加一个煮 好球 好球 重力解到 小方解的这两杆斯诺克也同样精彩 这球形确实难 马叔已经散烤了两分多钟 直接去解 二次撞击 这个直接进攻了 好球 好球 这个又是一分盘足球 小特成功打进 而且调位调得相当不错 好球 好球 这样小特也是完全有机会来翻盘 但是离的黄球有点太近了 双方的比分差距也是非常的小 防守一干 又是一干斯诺克 这一盘球的尾盘 进行了高质量的斯诺克防守 看一下这一干马叔的防守又是漏机会了 好球 老师二的队局表现出来的进攻能力和准处 非常的让人欣赏 这球还是一干长弹 防守了 连续的长弹也是确实比较消耗精力 这一颗绿球可以打 看一下马叔的准度 漂亮 也是非常的准 世界准程 最终新着手 不光防御精彩 进攻也是同样的 非常精彩 咖啡还是一个大角度 我说咖啡打进这一干 这局将是没有太大的悬念了 好球 7 旅球同样是一干挑战 好球说早了 白球走过了 奔着底带去了 没有打进 这样的话 这局结果还是有悬念 蓝球贴到了裤边 这样的话母球可以防到黑球的后面 好球 又是一张自动车 而且这张自动车质量非常的不低 两裤来勾勾到 但是肯定是漏中带了 王叔也是需要顶住压力 把这颗篮球打进 再打进粉球 就能率先拿到赛点 好球 打进粉球 直接就拿下了赛点 好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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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